他在那個地方開記者會 就會讓人家覺得黨是不是已經 有認為真的是 偏向賴那邊 那我覺得這其實都是 在當下的處理非常不好 所以他也 有時候公信變數字的關係 要 要到什麼時候 1月10號之前嗎 你覺得不是真心要初選就對了 所以不要讓人家生氣啦 要一次講這個要不要初選 還是要全代未解決 請周榮戴問吧 連這個都不敢問的話 你當什麼主席啊 他也不用擔心華為出現什麼問題 會造成他的政治不穩 所以習近平有可能就犧牲掉華為 來保住自己嗎 保住他自己的位置 保住自己的位置 保住自己的位置 因為這是江澤民的問題 不是我習近平的問題 過去發任總統是因為江澤民的決定 所以要保住他的位置 所謂的中間選民 透過柯文哲效應還有新聞效應 捕獲一些年輕人的選票 這些前輩其實都是基本盤 我認為 而且我認為他們不應該靠韓國語啦 因為這樣子未來會被吃豆腐 他應該說這個就我自己的基本盤 靠自己就好了 靠自己就好了 各位先輩別再鬧啊 你們自己都很厲害啊 老實說講這話真的是大忌耶 對政治舞人來說是大忌 對 講出這話後患無窮 後患無窮 而且國民黨要派誰選高雄市的下一任市長 這要經過黨內初選吧 不是韓國瑜能決定的吧 不是你說了算 你或許是不把沒把他當做辦公室 不過這個地方就是你們 我不管你是在討論還是在見面還是在寒暄 你就是瓜天底下